嗨,大家好!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正在盛开的几盆兰花 那么它们分别是蝴蝶兰紫马丁 蝴蝶兰刘氏三太子 还有剑兰富山奇蝶 以及这颗杂交蜂兰,蓝鸟 那顺便呢,我想起了一首泰戈尔的散文诗 叫做《使生如下花般绚烂,使死如秋叶般静美》 我之所以想到这首诗是因为明天就是立秋 而前些天,我的爷爷刚刚过世了 享受97岁 所以我想顺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生死观 我记得我第一次意识到死亡 是在大概六七岁的时候 有一次我和我的小伙伴在我家附近的土坟包上玩耍 然后那个土坟包上开出了一些淡蓝色的花 我们当地叫做勿忘我 然后我的小伙伴就说 哎,你知道吗,这些花是从死人的头上开出来的 我当时觉得,哇哦 我也有一天会死啊 死亡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然后那天晚上我就躺在床上放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流着眼泪 我妈妈就走过来问我 说你怎么了 我说妈,我不要死 死亡太可怕了 然后我妈就说 哎呀,人都是要死的 不要伤心了 然后我说不行,我不能死 我不要死 我一定会找到一种方法 让自己不死的 然后我当时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去医学院找到一种不死的方法 后来我长大了 真的去了医学院 学习临床医学 但是经过学习 我终于知道 原来组成人体的最小的元件 原子也是有寿命的 也就是说 死亡真的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我就想 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就把我有幸的生命 过得更快乐一些吧 后来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叫做 纵使生命终为尘土 也要在优雅中老去 所以我就想 那就让我优雅的老去吧 后来我对于 生死有了更深的认识 是在我的女儿出生之后 我见证了她从无 到孕育到出生的过程 然而我想 她也像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 有一天会 归于无当中去 离开这些世界 那么从无到有 又从有归于无 那也就没有什么好悲伤的了 这就像三毛所说的那句话一样 如果出生是一场最明确的出发 那死亡不也是另一段旅程 我于是发下了一个愿 在我今后的视频当中 我会陆续跟大家谈一谈 关于养生的一些医学知识 利用我的医学知识呢 希望给大家的生活 平添一些情绪 和健康长寿的方法 当然也是在我们的 优雅的兰花的陪伴之下 我想用王菲的那句歌词 来作为今天这段视频的总结 她曾经唱到 我看见彼岸 繁花在开 我对自己说 我不害怕 我很爱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